主委余仙节不受台风影响 照原定会在周六登场 主办单位除了安排了亲子DIY 虎骨巴特和体验捕鱼活动之外 当然也会推出了最多样 最新鲜的海鲜料理了 而民众在享受美食的时刻 还能够到现场听到 多位知名歌手的现场演唱 台语歌手许志豪 在记者会现场以稳练的台风 和嘹亮的嗓音开唱 让现场的人听得如痴如醉 许志豪表示 想要听现场演唱的民众们 绝对不要错过周六的 足为于仙节演唱会 不管是新鲜度 还是这里烹调的技术 我觉得都是国际水准的等级 何况这里有这么棒的一个景色 而且有一个360度的旋转餐厅 不管你是从多远的地方来 来到这里你可以玩一整天 你都会觉得 一点都不会觉得 会觉得很腻拉还是很厌倦 而且你一定会 还想再回来 所以在这边再次来邀请各位 7月11号 我们2015年的这个鱼仙节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这么盛大的晚会 主厨用迅速又俐落的刀法 将新鲜的黄旗尾 切出一片片恰好的厚度 充分展现刀工的好技术 另外餐桌上 也摆出许多新海鲜料理 清蒸龙虾蛤蜊等 要让来参加活动的民众 尽情的大饱口福 主委鱼仙节已经要联系办了磁世界 在磁世界身份各位媒体签声的大力签传 我们鱼仙节胜后各最好评 我们今年的鱼仙节定于7月11号要来举办 当天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民众前来这一次鱼仙节活动 还能体验到古老捕鱼的方式 亲子间也可以一起做蝶骨巴特的DIY活动 另外还有行动餐车四集 和趣味闯关 让民众可以有的吃又有的玩 开心的度过周六假日 台湾夜线新闻 我们黄正祥 台湾不到